57万件武器丢失 美国人哭了 泽连斯基傻了 哈马斯笑 根据乌克兰国家调查局最新发布的一份报告说 截止到今年10月份 乌克兰国内已经有多达57万件武器丢了 注意这是丢了 不是损失 就是说这57万件武器 那可不是在战场上打败仗损失的 那乌克兰这些下落不明的57万件武器都有什么呢 除了数不胜数的轻武器 还有15门火炮 150多枚美国援助的毒刺便携式单兵防空导弹 250多枚反坦克导弹等等等等 而且这些数字还只是已经查明了的 没有查明的说不定还会有更多 那乌克兰这57万件武器又是怎么丢的呢 按照乌克兰内务部自己发布的消息说 去年2月24号欧冲突爆发前夕 乌克兰政府就已经向普通民众发放了大量的枪支弹药 而且这发放过程中间 你不需要有任何的文件或者批准手续 任何乌克兰公民都可以跑到军火库去拿这些枪 总共是向乌克兰的民众发放了大约2万多支冲锋枪等各种枪支 而民众们拿到这些枪后 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没有自己用 而是转手就卖给了其他的中间商人 那那么多轻武器那只是乌克兰军火库的九牛一毛啊 更多的则是被乌克兰军方给倒卖赚钱了 倒卖到哪里去呢 一部分是直接流入到其他国家的民间 一部分呢则是去了武器黑市 还有一部分则是去了中东地区 比如哈马斯那儿 就这件事咱们这儿简单的评论 就是叫泽连斯基傻了 美国人哭了 哈马斯笑 第一点就是泽连斯基对这事已经彻底的傻眼了 乌克兰军方甚至乌克兰整个政府 这贪污腐败啊 已经严重到令人发指的程度 咱们按时间上来捋捋 您就知道啊 乌克兰现在这腐败有多厉害 去年十月份的时候 美国五角大楼啊 冒着战略风险 直接派军人来到了乌克兰本土 不为别的事 不是来参加直接打仗的 而是为了检查原处乌克兰的武器装备 是否真的到了乌军手里 因为啊 当时就已经发现 有很多武器装备被直接给倒卖了 去年年底 一名波兰人貌似偷拍了一段录像 这个视频中就显示一些乌克兰人 是光明正大的在那儿倒卖军火啊 从步枪到导弹啊 买的多的还要给打折 今年三月份啊 美国著名的调查记者赫什爆料说 乌克兰基层官兵都有抱怨说 泽连斯基贪污军饷 导致我们的工资迟迟都发不出来 武器弹药也得不到及时的补充 另外啊 乌克兰的真兵部门 后勤部门都被查出贪污腐败 后来呢 连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 也因为贪污腐败 被迫辞职 这是第一个 叫泽连斯基傻了 第二个叫美国人哭了啊 就这样你接下来还怎么援助乌克兰呢 本来啊 人家美国北约使劲的援助你乌克兰 你却靠着人家的武器援助啊 自己个人发家致富 这放谁身上能不着急呢 能不上火呢 曾经啊 就有国外的媒体爆料说 美国对乌克兰的腐败啊 是十分的恼火 拜登甚至直接警告责连斯基 你得好好管住你手底下那些人了 万一这些武器装备留到了美国人的对手 敌人呢 那不就更危险了 所以啊 你看拜登啊 这次向美国国会提交的 1060亿美元的援助资金预算法案中 其中说是有600亿美元要给乌克兰的 结果美国国会那根本不批 一个子都不给啊 第三个就叫哈马斯笑了 就在前几天哈马斯那专门发了一条消息 向泽连斯基表示感谢 感谢什么呢 就是说啊 美国北约援助给你乌克兰那么多的武器装备 现在啊 有不少留到了我们哈马斯手里 向你表示感谢 其中呢 特别是像标枪反坦克导弹 毒刺防空导弹 那这以前啊 都是有灭俄神器的称号的 现在到了哈马斯手里 这接下来啊 以色列军队就该轮着倒霉了 所以啊 这57万件武器的丢失 还真的不是一件小事 这事啊 不仅仅是乌克兰自己的事 是泽连斯基那边的事 而且这还关乎到美国 关乎到以色列自己的安全利益了